大家好,我是叫宝妈妈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用土豆来做好吃的 两个土豆去皮 切成滚刀块 加入盐5克 凉水一升 也就是1000毫升 加入植物油一点点1.25毫升 盖上锅盖 中大火煮 煮约15分钟 用牙签 轻松的一扎就透了 加入盐3克 压成土豆泥 加入热牛奶35-40毫升 把一个鸡蛋打散 加入到土豆泥里边 加入中筋面粉130克到140克 不同牌子的面粉吸水性不同 大家可以来增减调整 面粉的用量 把无盐黄油30克加热融化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这样就好了 把一个洋葱约150克 切成洋葱碎备用 胡萝卜1个去皮100克重 擦成丝 植物油15-20毫升 先把洋葱炒香 加入胡萝卜丝 盐一点点 黑胡椒粉1克 稍微的翻炒几下 就好了 再准备50克的菜花 再准备50克的菜花 用凉水清洗干净 倒入到煮过土豆的开水里边 大火烧开 捞出 平底锅里边不放油 大火 把菜花翻炒一下 倒入蚝油15毫升 稍微的翻炒几下 放在一旁备用 这是洗干净的菠菜100克 放入煮过土豆的开水里边 放入煮过土豆的开水里边 在一个七寸的烤盘 在一个七寸的烤盘 底部和四周涂上一层黄油 这是烘焙纸 粘牢固 橡皮刮刀的上面 蘸了一点点油 接着就像这样整理 开始一层一层的铺上蔬菜 每铺一层稍微的按压 盖上锡纸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摄氏度 也就是356滑氏度 烤45分钟左右 把马苏里拉奶酪 100克或是120克擦成丝 45分钟以后 揭开锡纸 铺上一层菜花 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接着继续烤10到12分钟 香喷喷的就出炉了 非常漂亮 撒上一点香菜碎 没有肉 却很香 很多的蔬菜 喜欢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留言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